正所谓人中赤兔马中吕布 骑着貂蝉一统天下的就是他 可你绝对想不到少年的他曾想以人类的身份挑战神明 而他的付出却让人根本就无法想象 少年的他曾独自斩杀狼群 村民也纷纷赶来奉他为神明 可他并不开心 因为他想要什么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直到有一天一道闪电在他面前摧毁了一棵大树 少年在短暂的惊讶过后竟无比的欢喜 他知道这天空之上一定隐藏着某种力量 他要成为人类最强的战士 挑战那未知的神明 为此少年独自踏上了旅程 而这强者之路也注定无比的孤独 一路上他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甚至还组建了属于自己的军队 征战了三十年未有敌手 从古至今如此狠人少之又少 没错此人正是吕布吕凤仙 即便如此逆天 他也从未停止过对无上力量的渴望 就在今天就在这悬崖之上 奇迹终于诞生了 眼前的这个男人是有多么的恐怖 只见他手握方天化级 轻轻一挥便将天空劈为两半 而这正是吕布多年来磨练出的最强杀招 可在此刻他的心里如同乌云一般 心灰意冷 可最强杀招又如何 这世间根本就没有与自己匹敌的对手 为此他甚至草草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可不知为何 千年后他竟被复活出现在一个竞技场内 看着眼前的敌人 他无比的兴奋 而他的敌人正是雷神索尔 以凡人之躯 比肩神明 这不正是他吕布儿时的梦想吗 此刻带着上一世所有的遗憾 吕布骑着赤兔马冲了上去 说到了这里 你们不觉得雷神索尔和吕布同时出现 这一切都那么的不可思议吗 而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 竟只是众神们的一场游戏 而赌注则是人类的命运 就在此刻 吕布代表着人类最强的战力 向着众神发起挑战 他的输赢关乎着全人类的命运 随着一生战猴 大战一触即发 拥有着女武神幻化武器的吕布 到底是有多强 面对着雷神索尔 他根本毫无距离 在我吕凤仙面前 必当神当杀神 只见吕布直接四级开大 跳了起来 而雷神索尔的雷神锤 又启示而戏 人与神的第一次碰撞 竟势均力敌 吕布的表现 让在场的所有众神感到惊讶 一个区区人类竟能与神比肩 而雷神索尔也似乎发现了这个男人的不一般 只见他举起了双手 召唤出雷电神力 当他高举雷神锤战术后仰的时候 似乎勾起了所有人的记忆 这可是必杀的一击啊 当年冰霜巨人攻打阿斯加德 他就是靠这一招连续击杀了66个冰霜巨人 这一战成神 就在此刻 雷神锤爆发了极致的雷电之力 强大的威压 令在场的所有人难以呼吸 而这强烈的冲击力 直接炸裂全场 最终 吕布能否接下这一击呢 人与神的第一次交锋 难道这就输了吗 关注我 我是阿默 咱们下期再见